今天要上新的 第三章 第三章 擺動 擺槽 擺錘的實驗 後面有一集 我沒有講解 我簡單說明一下 擺錘的實驗 擺錘的實驗 做實驗 做實驗 都會有清楚的結果 我終於寫的答案 還判斷你實驗錯了 然後接下來是 1200的部分是進階的 你有空做 沒有空就算了 但是有做有幫助 有消息有保密 第三章 第三章 設計的方法 測量火車的行進速度 我沒有舉個力 我舉個力 我現在走路 我就讓他走過去了 請問一下你知道的速度怎麼量嗎 我就 你走的時間讓他走的距離 不要走 所以假設現在火車正在 撤速照相機撤 現在火車正在跑 火車正在跑 請問一下如果你有撤速照相機 你應該怎麼撤 我這個火車都逼一下 所以我過去當劈他有沒有用 不要逼 沒有用 要從正面逼他 他顯示中你過來的時候 對 他球探很低的 球探他們都在奔裡 對在奔裡後面 可是我看偏離開的潮彈 都是不在關注 那是火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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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定要從側方向來 來測 所以紀錄台都在後方嗎 對 紀錄台在本領 他好像在這個什麼潮彈 他一定講 什麼要200多火 那是火爛 那是火爛 他可能是他的手指這樣過去的速度 所以說 所以說 你在測速度 你現在看到火車過去 你用 你用 側速照相機 有沒有辦法測出來 可以 無法 就跟你講 側方向測不出來 你跟人家在火車前面測 你測不出來 我也要測 我知道你的速度 然後咧 然後測 我知道你還是會 就是我在一段山洞 然後車頭 碰到山洞的時候 就按D一下 然後在山洞尾 等車頭出來的時候 再按一下 然後用 直接數上 用這段山洞尾 他想去處理 他手 兩次 按下去的困難 這樣就可以知道 這樣對不對 聽到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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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這個山洞 假設我知道這山洞的距離 然後我看得到山洞的前尾 我看得到 前幾次外 看得到 火車經過山洞的時候 我看得開馬表 火車出山洞 那是啥 按馬表 我這樣可以測出火車的速度 可以吧 你剛才坐在火車頭 你剛才坐在火車頭那邊 然後 你就 他要進火車 山洞的時候 然後你看到說 喔 山洞到了 然後就按 然後出去看 就剛好過那個東西的時候 你剛才再按一下 這個方法也可以 過艙沒有這麼大 我不管 你就給他吃 測量當然有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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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量都有誤差 但是我們只是希望 找到一個誤差 比較小的方法 剛剛 學年做的方法也是可以 但學年做的方法 比冠軍的方法好一點點 好在哪裡 你實際在這邊 另外一個好處是什麼 因為看到的時候 因為看到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很難找到 山洞看你剛好 在這邊可以看到 山洞頭跟山洞頭 沒有啊 你可以在山洞頭 都欠一個東西 然後你覺得被裝 那個更貴 你跟他直接坐在我 我之前講的 簡單的做法 簡單的做法是 這是我上次看到一個 驅使員 別人在那個方展上 的東西 他們有錢 沒有 沒有 因為我們是在那邊 在那邊照著 你不就攝影 就放了 來攝影 然後就只要 這一台 開始的時候 這一台 會不會 開始畫 你這個 同時間看 你記事件 是難不難 還不是 不用轉播了 怎麼轉播 其實就寫 一個 陳詩 然後說 A 所以 都記事件 我只知道 他就表示 這件事是真的 這件事 你沒有做過 你當然會講的 但是很多事 想不容易的事情 因為同步擺 就是一個難的事情 事實上在做 我們在做研究上 你要讓兩名之間 同時計時 這環境不太容易 因為鬥無差 所以你做什麼事 我去哪裡 有無差 對 但是你加同步這件事情 你事實上 你沒辦法確認這難度 你拿到的企業 你拿到的企業 我就不知道他們同步 你沒辦法 你沒辦法追蹤他們 有沒有辦法同步嗎 你沒辦法追蹤他們 他同步 你怎麼追蹤 看他開始 看他開始的時 好 朋友請個例 我這邊講說 我在中間 火車精神 欸 同學 聽一下 這個是一個蠻有趣的討論 你們知道你們在討論什麼 沒有 你怎麼也在聽啊 聽一下 他就不知道他的概念 我聽到在健身 他的意思說 這個山洞的角色是這樣的 山洞 蛤 怎麼樣 就是這樣彎彎曲曲的 這是一個山嗎 對 車子在裡面跑 山洞是怎樣 OK 對對對 然後呢 他的意思說 我這邊開始計時 我這邊同時先計時 然後等這邊進去 因為這邊開始計時了 所以這邊開始計時 所以等活著出來之後 我這邊就停止 我就知道他們所走的距離了 我剛剛的前提是 這樣的好處 這樣子可以做 最好的方式是 我重新一個頭尾 他不然就不需要 都是要計時 對 假設你的攝影機 超成當下是幾點幾分 然後多少秒 然後就兩個台都這樣夾著 然後 算火車進山洞的時間 反正你兩個怎麼樣 都是同一秒 所以你火車進山洞的是幾點幾分 然後幾秒數 然後出山洞的是幾點幾分秒數 那你這樣就知道 OK 這個好像有過早 我就不知道是很久 我就說洪安心感動 都沒有什麼東西 就好了 再講一句 我就不知道是很久 我就說洪安心感動 也可以啊也可以 但是 都一樣都一樣 這都一樣 這都一樣的結果 這簡單的就是 學人的普通 學人的方法最簡單 然後我要講 他的另外的方法簡單 是講說 像一個小山洞 因為上個地方就有小山洞 所以我可以看到頭尾直接可以 我不用看到頭尾也可以啊 可是他如果 我這個速度 他其實是還蠻快的 所以你知道 手尾怎麼 我跟他找到一套方法 好啦 其實關於 你要說你幫忙簡單 你做實驗 不要爆炸 不要直接做實驗 你知道這什麼方法 是簡單 就馬上去做實驗 懂嗎 你等一下想做實驗 可以做 你證明也可以做 證明給我看 你做不完 我可以加五點 好 我看他們是小耳朵 好 我看他們是小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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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樓下 你看要什麼 我看要是小耳朵 好 沒關係 就是做嘛 我們有時候想的 有屁 同學 你有黃沉嗎 沒有啊 有 有時候我們想的 想的真的比做的簡單 但是真的做沒有那麼簡單 但是你做了經驗 你都沒有知道什麼東西 你比較好做什麼是不好做 這很重要喔 這很重要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我在做研發 做好幾個研發 研發 研發最難是拿到什麼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這樣做 我投了什麼 你就是在看某 你就試試看喔 就你投下去了 很多次你做了十年之後 你滿多了 做不成功的 那你就不要做了 所以你最好的 一個好的組織 是你在做這個事情之前 你可以預判 我成功區域有多少 不可能成功 如果你不可能成功 你就不要說那是浪費錢 浪費錢 浪費錢 所以你要有想法 那這東西跟著你經驗有關係 經驗越多的時候 你在做一個判斷 你就越清楚 那我說這些東西 有時候我假的 你可能不相信 沒有關係去證明 就像我當初 我說我覺得可以這樣做 我掌握一掌握一掌握 這樣不可能 我就證明給你看 你在那間怪獸講 這樣做很簡單 說請這樣很簡單 怪獸 這樣就非常簡單 OK沒關係 證明給我看 把你證明給我看 對啊 各種你設備的都也可以 就證明給我看 好 停 它會不會更簡單的做法 除了剛剛講的 可以說 我就坐在火車上去量 有沒有更簡單的做法 有 有 好 他先講有 你先講 對 你看 我都要把他計時賽跑 你就站在很高的地方看 然後過去 逼 然後出來 就跟怪獸的圖方法一樣 我就站在很高的地方 然後看上這個山洞 然後火車進去逼一下 火車出來再逼一下 不用機器 不用架設 就是怪獸的 怪獸要機器 怪獸要機器要錢 沒有 他也可以不用機器 他也可以震動 我剛剛講的 如果我們看得出 火車的這個山洞頭尾的話 當然這個方法很簡單 你講 我現在是說 做很高的山上 對 我現在講 有沒有更簡單 沒有限制的做法 因為你這還有限制 要很高的山 或者看到頭尾 因為怪獸說 他不用看到頭尾 他有方法 繼續解決 可以 但是我說 有沒有更簡單的 除了做到這項 有沒有更簡單的 我小小小 就是不知道 請專家來測 這樣 這樣我就把那位當成專家 這樣我就把那位當成專家 專家就只有打得 打到B獎 超錯 別人當然也拜託注重一下 用電腿 有容易注意一下 只要讓電腦去摸 一個程度錯 那是隧道在哪裡 然後呢 然後呢 你再用電腦去摸 站著你做車 然後 然後讓他過程 要跑出來的時候 先拿跑 好 我簡單講個事情 我剛剛站在那邊 我看到車經過的 我看到一部火車經過的 我有沒有什麼很簡單的方法 可以測出火車的速度 其實也不用閃動 你直接從這邊1 然後這邊100公尺 然後你就 踏到0的時候 按 然後踏到100的時候 按 對啊 變那麼幾分這樣走 OK 多 我突破了黃點 至少這樣比較跨 不用怎麼山洞到山洞 我知道啊 其實山洞到山洞 會更大 我真的都要上到了 因為你看到 黑暗的那一刻 那時候按 不是說 你碰到黑暗的那一刻 才按 快速差了11.7秒 然後你碰到光的時候 又會 比較有一點簡單的局 所以剛剛 不是在車廂 其實剛剛學員講的 是一個 是相過於在車廂 也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我不用山洞 我就直接在 旁邊 只要經過火車的 火車會經過的一個地方 我就有個標示 也不用去擦標 對 就是它有一個鐵軌 有一個鐵橋 我就看鐵橋的兩邊 然後就點 它就用鐵軌 我就知道它速度的 對啊 是不是 好 我們變簡單 那你有沒有進去駕駛 然後看它的 真的好用 它會讓你進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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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啊 你申請啊 真的會 可以 你申請就可以 它會讓你進去 你說如果做高鐵 你也不用進去 因為實數就寫在上面 對嗎 那你做運氣就好了 你現在在路邊 因為剛剛卡車過去了 然後我就 我覺得它速度是多少 但是你有辦法量測出來 準一點的 沒有辦法 我們的大 然後起來 你們做 然後看它 我先介紹一個簡單方法 在課本裡面呢 課本裡面有比較打點計時器 我相信你們都預習過了吧 我們要打點計時器了嗎 是預習 打點計時器 什麼叫打點計時器 打點計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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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正常設計 它就是類似的像電靈的結構 它就 啟動作 然後它 它的速度是固定的 你沒有說 我知道 我對立場 直接一直拉過來 我找你 不知道哪邊寫的 那你們問一下 46 月 所以你們問一下 46 月 沒有看到打臉 打臉 打臉 不是打臉 打臉第十七 再來第四十八月 這是牛頓中定律那邊講的 但是我現在講的事實上是相關的 跟牛頓中定律相關 在 你看喔 在課本上 26 月 20 25 月 都可以 25 月這邊就有打臉計時器了喔 24 月 打臉計時器就是電點的結構 他就經過的時候 打臉的時候 那指過去他就這樣打打打 因為指示在流動 所以指是綁在一個我們測試的東西 假設是一部卡車 他會綁在那樣子 我經過他打臉計時器 我因為每個點的時間間隔是一樣的 假設我看到他在加速 結果為什麼 見額會越來越大喔 對不對 我打第一點的時候 等間隔這麼大 我第二點的間隔多這麼大 表什麼 他是加速 這個時間間隔他只有走這麼短 可是這個時間間隔他走這麼大 表算他正在加速 可是某次的時間怎麼會又打臉計時器 對啊 對 我們現在沒辦法用大致計 綁在火車上面很難罵 對啊 可是我們新的機器用什麼 相機 你知道相機現在他們都可以連拍 對不對 甚至你攝影機也給連拍 然後每秒人拍的話 然後照片 靠你攝影就好了嘛 對 我攝影的時候 照片標準 我們是每秒鐘29.7張畫面 那你剛剛就直接拿攝影機 那你剛剛就直接拿攝影機 攝影機是男人 對嗎 攝影機 攝影機 問一下相機比較普遍 還是攝影機比較普遍 攝影機比較普遍 攝影機 攝影機比較普遍 攝影機比較普遍 攝影機通常都有 所以每個人家裡的人都會來攝影機 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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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問一下 不要跟我抬槓 真的抬槓 我們現在手上每個人都會來攝影機 沒有 沒有 你沒有攝影機喔 我們不能連拍 攝影機 我不行 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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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相機怎麼做 拿來相機先去看看 相對沒有 我說相對多 那如果沒有相機要別的方法 那假設我相機的話 假設我現在的相機我要取代大零機 因為大零機要綁在東西上 我不能把我這個綁在後把卡子綁在後 對不對 可是呢我如果這座相機 我有辦法做連拍 我就連拍兩張 兩張照片出來了 我先拍兩張照片 然後看火車 他走了多久 我這邊走 這是馬路對不對 我這邊有個樹 我這邊有個樹 這兩張照片固定 這個 車子經過的時候呢 這台車在這裡 下一個瞬間 車子在這裡 然後上兩張照片 這位接近 好 我有沒有辦法 知道這兩個時間的距離 可以喔 去兩張就知道了 這距離是不是可以兩張就知道了 甚至如果沒辦法量的話 你可以用對照的方式來可以量 就是我把照片拿出來 比一下可以歷史 我就可以知道它大概距離多少 那我如果知道這兩個照片的距離 時間是 假設時間是0.1秒 0.1秒的話 就是每秒幾張 10張 每秒拍10張 就是0.1秒對不對 距離是0.1秒 那之前它是耳聚的 那我可以這樣處理 是不是可以很快知道 因為這些工具大家都有 我想這些是搭熱的工具 比較容易處理 可是我覺得裡面有相當相機 相機跟道路鍵的距離 就這樣 我是不是可以回去這邊走兩步的距離 那我來過的時間是多少 跟走兩步你不知道時間間隔 假設有時候拍兩張照片 你應該請問這是不是多 你可能知道 有一點少個時間 長個時間對不對 所以我們知道 速度之外就是時間跟距離 所以我用連拍來幫助 拍兩張照片之後 我就可以回去圓南位置 大家可以知道 這兩張照片的位置之後 就可以上它所走的距離 回來去串 我這兩張照片的時間間隔 你就知道它所走的事 好不好 對不對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說法 好 好 第14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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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加速複加速複加速 第14題 甲道儀 甲道儀是什麼速度 甲道儀是什麼速度 甲道儀 是減數 複加速複加速 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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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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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右方 所以它其實是變加速度 我講變加速度 不然你會覺得它是 我以為它會 我以為它在地下 它是往下掉 它是往下掉的 對 早說嘛 對嘛 我以為 它是往下掉 你怕它看你 是吧 停會有高興是往下掉嗎 有 看起來是嗎 沒有 看起來不會像是往下掉 我看起來對我來講 它不會是往下掉 對嘛 我看起來 我就覺得它是亂動 不然它不動 它就是一個悔跡的關係 好 好 丙到丁 等速度 應該說丙這個間隔 丙這個間隔 是等速度運動 對不對 丙這個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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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重 你在幹嘛 超多塊 超多塊 是等加速 怎麼樣是等加速 丙這個運動 是怎麼樣運動 先生 我們現在做什麼事情 你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上課可以放輕鬆 但是不要隨便 隨便到地方在幹什麼 丙這個範圍在做什麼運動 你自己的動作 免速 免速的加速 沒有它沒有 它沒有用 它是對用 來沒有別的答案 這一題想出來的 加一分 不信 變成 它 bent加速沒有錯 但是太籠統 精缺一點 那就是右上再右下 改變加速 欸 那上上下下的 先夾速 丙喔 丙好 丙這就是什麼運動 精缺一點 說對的話 先加速拿回來要等數 先減速再加速 這是減速喔 不是 這個每個 你看到每個圓圈的意思是什麼 位置啊 是他照相的間隔 我一台相機 他重複曝光了 所以你看他每次都有個點出現 他每個點 他的時間間隔是一樣的 第一球到第二球時間線 第二球到第三球時間線 在這邊你看他做什麼 他做什麼運動 等速度 不是等速度 他方向改變 變等速度 是變加速度但是不夠精確 是變加速度但是不夠精確 等速率 等速率運動是算對的 等速率算對但是不夠精確 好 我不要說我在魔法不會喬移動 我也是 等速度運動 等速度運動比 變加速度運動輕確 等速度運動 有可能是等速度運動 加速沒錯啊 變加減速度運動 減速度 減速度運動 要忘記了嗎? 好! 不會運動 如果嚴格來講 說真的像是一個死忠的秒針彈運動 算不算?有效嗎? 有效嗎? 是每個時間 所以它做什麼運動? 等速運動 它叫做等速率圓周運動 這是圓周運動 對不對? 因為等速率每個時間 每個間隔走的距離是一樣的 它在做零周運動 同意嗎? 同意吧? 所以它是每個間隔是一樣的嗎? 那個子虹講的比較靠力 會子虹加半點 缺陷點數給作中 那要踢 差一踢啊 好! 好! 接下來我們講算性的部分 來! 我們今天聽不懂 劉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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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 跑步 你什麼? 劉慧、劉慧、劉慧 tai 劉慧、劉慧、劉慧也有差 教授是 dwell utch hero com 普國式 任何比較強 你實在os 瑞慧獎都會輸走 很比較好 簡單來講 什麼叫做 慣性運動 以前的 為什麼牙裡出的呢 慣性運動就是東西 直線前進之後 慢慢就停下來 為什麼牙裡出的這樣說 他們那時候認為你的慣性運動就是 像這樣一顆球丟出去 它慢慢就停下來 因為我們把牙拉因為你要拿地球就停了 這個 你看這樣子 但是 慢慢就停下來 對不對 所有東西 基本上他們那個時候的年載 沒有辦法關牠不會停下來 他們沒有辦法關牠一個停下來 基本上不是停下來 誰家橫河火焰 再講一遍 就是有某個人的橫河 美國老的橫河 持續燃燒火焰 我不知道這是 然後人家運動的火焰 它持續在燃燒啊 這跟這個什麼關係 你到底在講什麼 你到底在講什麼 運動狀態 運動狀態 對啊 放在這個 運動狀態 會震動 什麼是零的轉 所以它沒有一個相同的方向 它方向是不定的 不定的 不法清楚 揚柳 可是那個年代沒有辦法關牠揚柳 那個年代沒有辦法關牠揚柳 對 什麼 那個時候 同學 你們知道我都聽不見他在說什麼 拜託有人講話 就放在那個船停在海上 然後放成他 就不停地移動 想要收 就不見了啊 那時候的人沒有辦法做這種觀察 因為他第一個食物上沒那麼多 你不可以在船上待一輩子啊 對不對 他就在那個樣子 他觀察出來不是我們所謂的冠軍運動 對不對 所以我們講冠軍運動說 我建一個球 我在地上滾動的時候 他自然就會停下來 這是他們觀察的現下 所以亞里斯科的說 這個東西在地上滾動 正常的情況他就會停下來 他那時候不換去運動 因為他不知道太空怎麼運動 他那時候不知道太空怎麼運動 好了 接下來是潔力現在觀察了一個事情 他就做個實驗 欸 假設呢 我現在把這斜面 很光滑的斜面 這邊有另外一個斜面 我從這邊高度放一個球 咚 咚 他跑到高度越來越相等 我把這斜面放低一點 咚 咚 高度越來越越相等 可是他走得比較遠 我再把他放平一點 高度還是越來越相等 就走得更遠了 飛出去 所以假設他可以到很遠的地方 他都有個人很奇怪 就是這樣 如果沒有摩擦一點 他球會放下來 他可以到這個跳舞 因為這樣 當他把這個平面越來越低的時候 越來越低的時候 他應該越走越遠 越走越遠 好 他想像 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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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的時候 他應該是停不下來 你不限 你以為勒 你覺得這樣很帥嗎 想像 想像 所以你知道嗎 科學學科學就有確的地方在 他很多地方是要靠想像力 你真實的實驗做不出來 但是我的想像 想像力是你常常的地方 所以那一半就到此 好 牛奶肉 牛頓馬祝的忠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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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說一個東西 只要他沒有受力 或是他所受的合力 會贏的情況 他是動的 他就由你來動 他是靜止的 他就由你靜止 無愛 比你想像 這叫做冠心運動 所以說 這跟症痛不關心 症痛不關心 症痛不關心 你去碰他 他還會碰 都在叫修夷 對 對 包小子 邱翼有人在叫你喔 邱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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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點多了 真的嗎 現在已經五點八分 為什麼 今天中正已經沒有想第二次 不是 每個老師都聽不到中正 你中正